小諾曾經有被同事暗算的經驗 喔對這大概是兩年前的事情 沒有到很久 然後因為這位 感覺你的故事蠻多的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其實也在想這件事情 奇怪為什麼這種鳥事都是我發生 因為可能我的個性是比較直接 然後我怎麼樣我好我就自己好 我也講得很明白這樣 那他年紀比我大 然後變成說很多事情想法他都有意見 那我也覺得無所謂 因為反正大家討論可以更好 那因為老闆他 老闆基本上他就是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那當時我下面帶三個企劃 每一個企劃要負責一個案子 那其實大工作量其實就已經還蠻大的 那這時候他就看到有一個標案 那他就跟我說有這個標案我們要不要去送 然後我就說我先評估看看 那當然我們送標案並不是說隨隨便便就直接去送 因為這樣可能花了時間做下去 結果可能就是內定或是綁標 你可能就打水漂了 我就打了幾通電話 那也聯絡一下業界人 探聽一下這個案子的消息 我打了最少五通電話 最少有三個跟我說這個案子盡量不要去碰 那可能是內定給誰 你就不要再去懶這個了 OK 那我就開會 我就跟下面三個企劃我就講 我說我探得的消息是這樣 那其他人就說那就算了 那就不要去送 我說而且如果要送的話 你們每一個人已經負責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你們要再分著做 大家工作量會增加 如果你們OK 我就去跟老闆提報 但是我如果跟老闆提報 老闆不會想要評估 他一定要去做 老闆的因為看齊嘛 但對我來講很多雜事 我不會再去跟老闆講 讓他去做消化 可是這個年紀比我長這個同事 他就覺得不行啦 我覺得你一定要去跟老闆講 我就說 如果跟 我就再重複 我說我跟老闆講 老闆就一定要去丟這個標案 你們工作量會上升 而且我覺得這個就是綁標 這個就內定 他說可是我 反正他就在跟我揮這件事情 結果呢 後來我就選擇掩蓋這件事情 我沒有跟老闆講 我就沒有把這個標案去讓老闆知道 就不用送了嘛 大家就一樣作業 就有一天這個同事他請假 另外一個同事在公司的筆電 發現裡面很有一個資料夾很奇怪 裡面那個檔案的名稱叫什麼 無言的對話 然後就說掩蓋事實 就大概分了五六個檔案 然後他都是聲音檔 結果點開來看 聲音檔 然後他是 我記得好像有一兩個是丟到垃圾桶 有幾個是藏在資料夾裡面 點開來看 我們開會 還有就是我說 這個我應該不會跟老闆講的事情 他全部給我錄音 然後他還把他剪接 然後分門別類這樣 那鄭大哥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你遇到這個事情 如果是我的話 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他心速就有問題 那我的狀況是因為我比較適合 我就直接拿著錄音檔 我去跟老闆講 我說老闆我要先跟你講 很多事情我會評估 那我有一件事情是欺騙你的 我有一個案子我沒有跟你說 有這個標案 因為我問過幾個導演 這個可能是綁標 可能是那一點 所以我選擇不跟你講 對 但是 就被同事錄音了 那我覺得這個人 你可以再想想 要不要這個人這樣不坦當 我就不坦當 因為那我會 因為我是為了公司著想 我不是說我不會做啦 我只是覺得評估 那你有你的考量 我有我的考量啦 那你把我錄音 那你怎麼樣 後來我就跟老闆講 老闆就說那怎麼辦 就討論了一下 他就說那就先不動聲色 看狀況怎麼樣 然後後來呢 他也都不動聲聲 然後跟我們一樣 都好來好去喔 然後後來是 有一天老闆就收不了 老闆就自己去跟他講 是老闆 對老闆 老闆還不錯 老闆就跟他說 你必須得去跟 免聲道歉 對後來這件事情 他就不要看啦 他就跑來跟我 他沒有跟我當面道歉 他就買了兩次的早餐給我 我都沒有吃 然後用訊息 然後跟我說 這是一場誤會 不好意思 最近壓力比較大 怎麼樣 可是我坦白講 對我來說 我們是很坦蕩的人 遇到這種事情 我覺得 你心速不正 你叫我以後跟你合作 欸 很難 我很難啊 沒有誤信 我沒有辦法越過那道場 對 那其他同事就也都不太理他 過了大概不到一個月吧 他就自己離職了 對 你偷偷更加錄音的人 是非常惡力的 我覺得很不好 對 其實我們也坦白講 我們也沒有把這件事情去跟很多人講 不然你說 我們的臉書也很多的媒體圈 相關的朋友 你PO上去誰敢用這個人啊 所以我也留後路給他 我沒有去講他什麼樣 不過我講說 處在這種科技的時代 我覺得生活真的要很謹慎 我們平常私底下對不對 怡怡娃娃 因為還沒有上節目嘛 然後亂講一通 大家為了好笑 欸 你這不曉得什麼時候有人啊 透錄音啊 或者是錄影啊 然後把你PO上去 哇 就要抖抖抖了 你知道嗎 現在的錄音設備也很方便 對 就說以前敢開玩笑 現在不敢亂開玩笑 你知道嗎